记者调书林云林报道,你知道8月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吗? 多久没回去看阿公阿摩? 原长乡龙岩村今天破天荒举办祖父节却碰上热带低气压,风雨无阻仍来了130余人,有早餐吃还有礼物拿,让老人们笑嗨嗨,为筹办该村第一次祖父母节活动, 原长乡龙学习中心龙岩村剧店积极筹创,号召热心乡亲事先就采惠村内围墙,整理全村环境,还有许多机关团体赞助礼品准备迎接,让阿公阿摩们都很期待天宫不作美,昨晚起各地就强风好雨不断,今天也是风雨未停,云林县亭班亭客,县内几乎所有户外活动都取消, 但在原长乡龙岩村社区活动中心却是热闹,大家冒着风雨回来陪阿公,阿摩各族复节,让人感动, 胡维景分局园长分住所原警到场预防犯罪宣导,教老人家如何反诈骗,还有一警支援帮忙服务, 原长乡代会主席李荣章,原长农会总干事李美荣都到场祝福阿公阿摩虾百二月灵学习中心志工沈台兴说, 村民风雨无阻,还有村民买来全家服,全家人都穿同款式衣服庆祝祖父母节, 立委张立善送来二百组帽子,善子,社区活动中心准备二百份早餐, 还有人获颁最佳镜头奖,百余名村民同乐,气氛嗨到不行, 沈台兴说,龙岩村有一千三百余人,常住人口不到六百人, 举办祖父母节就是希望晚辈能敞回来看看阿公阿摩, 自此虽有台风搅局,看到有家族穿团体服, 也有人专程从日本、台北、高雄等冒着风雨赶回来,算是精彩成功。